每一种犯案动机 警方都想过 却又一个一个被排除掉 因为这一对电器行 夫妇他们的背景 实在是太单纯了 从他们的交友关系去分析 根本你拉不出任何 有行凶动机的可疑对象的 虽然案情陷入了僵局 但是检警手上还握有一个 相当关键 而且有力的证据 那就是我们说 这一段监视器的画面 不但拍到了它行凶的过程 而且把正面拍得清清楚楚的 连声音都录到了 我们看到了 当年有很多 因为监视器还不普及 所以很多的案子是破不了 但是在这一起 中立电器行命案当中 不一样 歹徒的模样 被清楚地拍下来了 而就是它了 但为什么就算警方公布了画面 悬赏了破案检举奖金50万 还是没有人认出它是谁 难道这个凶手 他根本就不是台湾人 他是境外杀手 他杀了就跑 再加上从监视器画面 判断凶手拿的可能是 大陆制的黑警手枪 这就更加深了 检警的怀疑 凶手恐怕是经过 专业训练的职业杀手 那究竟是谁 要聘雇职业杀手 要杀害这一对平凡单纯的夫妻 警方重回命案现场 询问附近的武金行 案发之前 是否有人购买剪刀 或任何行凶的利器 电器行命案 其中一个凶器是利刃 警方地毯式查询附近店家 过滤可疑对象 同时扩大范围 调阅周边店家跟路口的监视器 电器行对面的电架监视器 没能提供线索 大马路上紧名连线镜头 架设在十字路口 也没能排到载头身影 加上监视器的设置 不像现在很普及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 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是 电脑主机的监视器 那个年代的话都是VHS 所以呢 虽然沿途上 中正路上有很多的超商 很多的店家 但是呢 还有时候VHS 路到底没有了就没有了 专案小组 曾把方圆一公里范围的监视器 都过滤 却不能掌握到可用的线索 焦点重回仅有的这一段画面 我真的是找不到 我为什么回到你也找到 你也找到了 凶手长相 动作拍得清清楚楚 却没有DNA 没指纹 没法第一时间掌握身份 警方决定悬赏破案奖金 警方的压力也很大 所以最后有悬赏五十万 对 五十万了 然后那个影像也在电视媒体 一直播放 一直播放 希望全民的或是认识的人来执任 看到监视器如获之宝 以前在那个年代 其实不像现在监视器有很多 不但有影像还有声音 然后再想一想 这能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熟视他的人 他只有戴着墨镜 没有戴口罩啊 应该可以看得出 发现说呢 事情跟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你搬下去之后呢 以为公布了监视器以下 哇 电话就会打来了 电话打来就说 哇 这个是谁啊 线索就进来了 但没有 希望说呢 他身边的人 其实有点像是侧洞窩里板 这个人要拿墙 这个人要拿刀 总是要能提供他这些东西吧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一条路也走不通 但是你就想想看 为什么这个人全台湾都看到了 难道全台湾没有人认识他吗 因此呢 当时就有一种想法 一种推论 是不是境外杀手 桃园那边移工很多 过过一次东南亚来的 只是说分成哪一块 哪一块的那个 比较凶狠 斗性比较凶狠 以泰国人 太老就比较凶狠 专小组 当年怀疑过 移工赌场 或是移工布法集团 追踪一段时间 亦无所措 不过同一时间 查境外杀手 锁定是对岸 台湾那么大的一个 社会治安的一个问题 他用的是黑心手枪 其实那时候台湾已经 从对岸流入了很多的 黑心的手枪 但是他们认为说 你可以把这个枪操作的 这么样的 会不会是其实 你已经在对岸 受过一些专业的 一些武警的训练 或者是一些特警的训练 不然怎么会 你进来 就处理掉 刘邦友先生的血案 以及中立的双尸命案 所使用的胸枪 我们都还在做弹道的比对 那么凶手的画像 我们已经做了公布 我们也希望各界 能够协助警方 我们尽快来侦破 鼻子的地方的确是蛮像的 还有嘴巴 嘴巴 因为眼睛它戴个墨镜嘛 所以到里面眼睛怎么样不太照 但是整个脸的轮廓 都属于那种类似球形圆形的 鼻子嘴巴真的是蛮像的 第一个呢 容貌是很严重的 第二个呢 他们呢 都是戴手套戴 那戴手套的意思就是说 刻意的 预模的 然后呢 让自己的急诊不要遗留 那那个电机航的也是一样 刘邦友也是一样 刘邦友的事情 我们来讲 他为什么会这么离谱 第一个 他杀了很多人 第二个 他的杀法竟然是有两种 一个是用刀子 一个是用枪 中立电器行 就两个人 有一个用枪 一个用刀 所以呢 大家就连结到 会不会是这个 刘邦友 那个时候一直破不了 会不会是老三 犯罪模式叫恶谋 恶谋就是犯罪模式 跟犯罪手法 那个是不是英文 Dolores or Brandy 那犯罪手法呢 发现了又到又强 这个是很类似的 而且外形很像 还有呢 他们行刑事的 那个冷静跟丑容 几乎呢 完全毫无人性 这也是一种 他的我们称为 就是破会 从犯罪者心理动作 犯罪行为的破会 然后呢 犯罪手法 就是MO的分析等等 最后追 威竭 是有这么一个状况 也许两个是同一方言 我都可以拍到这么清楚了 我可以把刘邦友给解决掉 但没有想到 不但没有一暗双想 结果反而是变成两个悬崖 刘邦友冠底血案 是发生在1996年的 11月21号 而中立电器行夫妻命案 则是发生在 2003年的 10月6号 这两起命案 歹徒的行踪手法 很类似 都相当冷血 而且非常谨慎 在现场几乎没有留下 任何的生物急证 但是这两起命案 中间隔了将近7年的时间 凶手有可能是 同一个人吗 况且分析这两起案件 被害人的背景 相差太悬殊了 一个是政商关系复杂的 桃源县长 一个则是单纯的电器行夫妇 怎么会有什么交集呢 而警方后来也排除了凶手 是同一个人的可能性 因为刘邦友冠底血案 歹徒所使用的是 90制式手枪 而中立电器行的这起命案 则是黑心手枪 所以这两起的悬案 应该没有任何的关联 案子乔到这里 又回到了原点了 因为检井想破了头 都想不出来 这一对单纯的夫妻 真的会惹上职业杀手吗 还是说 歹徒其实是根本认错了人 专小组把焦点再回到中正路的电器行 楼上有鸽舍引起关注 这鸽舍是电器行店面房东的 而他就住在这 不过有一说就是是不是替死鬼 因为他那个房东的确是比较复杂的 房东是有在养鸽子的 那时候养鸽子可能是几百万 但是那个时候台湾非常流行到海外去放 所以从几千万几亿 有些比赛甚至到了十几亿 那你想想看 十几亿引起杀鸡 是不是就合情合理了 记者试图要联系房东不诚 向附近邻居打听看看 房东也不错 他没有很少下来 就是要养鸽子养鸽子而已 四五十年来也没有所谓的纠纷 所以不觉得是所谓找错的人 对不是不是那绝对不是找错的人 这条线查不出所以然 后来桃园中立一带又发生了持枪抢劫案 歹徒就是用顶岸子弹 以及嫌犯卫装手法跟鞋背包的特征 似曾相识 但歹徒翻案时所背的背包 以及所戴的鸭绳帽 甚至所使用的制式手枪 都与中立电器航附近命案雷同 他用的子弹都是点而而 我这边特别说明一下 同样口径的子弹 可以用在不同的场景 你只要口径是一样 你不管制式的 不制式的或是黑心的 你不同场台 但是口径是一样 是可以通用的 这个案子当时有怀疑 是跟电器航的案子 就产生牵流 刚刚有提到这几个关联性 相似性 不过最后还是没有机阵 报纸刊的新闻 追踪电器航命案的后续 然而一次次的断线 时间越久 讯息越少 直到多年之后 细致发生杀警夺掐案 凶贤之一的王柏英 背景跟犯案工具 引起警方注意 发现王柏英 他竟然是有一个献讯的背景 而献兵等于就是军人里面的一个警察 所以在他的训练里面 不管是枪 不管是刀 都是非常一个精神的 所以王柏英 大家就会想说 你竟然敢去动警察 警察就是人民的保姆 警察身上是有火力的 你敢去动他 你为什么心理素质这么强大 你是不是之前也放过案 就连当时 担任刑事局局长的侯友宜 都非常重视这个线索 因为中立电器航命案 跟王柏英勾集起来 有许多符合之处 两个的做法都一样 第一个干净利落 第二个毫不畏惧 棒棒就把它处理掉 那加上他有黑星首相 最后这个弹头都是0.22 跟涉及到中立的电器航 互户的一个命案 所遗留现场的弹壳的子弹 特征点是不符合的 特征点是不符合的 第一个毫不符合的 第一个毫不符合的